我今天想要跟大家提案的是叫做教案的吉他平台 我自己本身是体制外的老师 不是我们有效实证 可是我是很认识爱的指挥馆 我对教育、程式教育非常热情 那其实我觉得在现场就存在这些问题 因为我有进到学校里面去教过几年的书 因为是老师的工程 然后教案的资本很难共享 非常具物质 那你就会发现其实 体制外的老师有时候有非常多的idea 还有很多新的教案 很想要进到体制内 可是学校老师他不见得知道 他也知道怎么去使用 甚至很难在网络上面去找到这些东西 那对面其实体制外老师跟体制内 其实就一直有一个gap存在 所以我今天其实就是很想要提说 我们既然有一个吉他平台 是可以放城市的地方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吉他平台的精神 带到教案上面 我们可以用共享、共享、协作的方式 然后举个例子来讲 例如说我的学校里面可能有这些资源 有空间 学校有很多闲置的校师的空间 甚至说可能会有很多的 可能像是课程的时段 可是这些时段 其实老师要安排 学校老师也需要花时间去找老师 那可不可以我们有一个平台 他就可以把这些事情 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 而老师有很好的一个idea 他可以把这个 教案的东西放上去 然后呢 透过什么 透过协作的方式 透过协作的方式 例如说 A老师他上传了这个 教案之后 B老师看得到很好 他可能在他的学校 再把他拿下来去操作后 他把他的一些心得 把他放上去 就像吉他维一样 他可以看到这个 教案的变化的地层 然后呢 他可以知道说 这些教案到现在 在不同的学校 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特色课程 所以这是一个我的概念 那我这个概念是从这个 这个网站来的 就是美国有一个 叫teachers pay teachers 他们呢 放了非常多 就是不是只有 科技效率的 这些教案 包含了数学啊 文文啊 这些东西 而且他可以卖的 他是可以 就是上去之后 他可以看到说 诶 这个教案他有 什么样子的一些 学习单啊 甚至一些PPT啊 然后老师是可以开价的 然后他可以给老师就是 这个 心等 就是说这个老师的评价 或者说这个教案的评价 然后各个学校 就可以使用这些教案 在他们的教室里面去使用 对 所以我需要 就是说第一的是 我希望有体制外 跟体制内的老师 都可以先来跟我 跟我做一些就是讨论 就说你们碰到的痛点是什么 然后再来就是 这是一个线上的平台 对 因为资讯在线上 是很难去被转移的 教育 所以他需要有线上的工程 可以去把它变成一个 平台化的方式 然后让老师们 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很便利的 可以去打破地域的限制 然后可以让这些资讯 能够在场面做效果 对 谢谢大家 谢谢